坊間有一個三個月的中國律師培訓課程 聲稱合格率有六至八成 葬理考試做內地律師 日仔發現這個課程其實沒有獲教育局批准 而且得頭兩堂獲得香港律師會CPD認可 而協會總幹事兼課程總監無家進 還聲言說可以幫學生掛職 不用上班都完成一年實習 而記者發現他今年3月獲頒布破產 這個中國律師培訓課程分了兩個部份 總共22堂收費5萬元人仔 最後一個星期要去深圳上課 由內地大學教授聲稱貼考題為主 記者以學生身份去深圳試堂 上課地點是香格里拉大酒店 由派NOX、點名、安排酒店房 都由無家將自己一腳踢 連收記者報堂都是由他負責 有部分是出過卷 你可這麼說 不是他出都是他的朋友出 他們輪著嘛 明明啊 就一定是這三間大學出的 計算是今天他出的賺錢 今天就跟他出的館 然後他們會輸出的 其實呢 現在呢 我們的班呢 我們的班的設置就是 假如大家是由零開始 你什麼都不懂 我們就大階段 在香港 由香港人教 連廣東話教了基礎知識 然後教完之後 就在深圳這裏上學 這裡是一些牌子 因為其實 份卷是投香港大學出來的 因為連中國的套法律 都是他們去保育 為他們修正的 他還在WhatsApp 租給記者看 現在有幾千人在問 考賭司法使要完成一年實習 無家像中自爆有得搞 他還說以他的人脈幫到學生 記者問他沒有任何法律底 只有三個月會不會不夠時間準備 他就說拿到牌子就夠 懂不懂得內容都不重要 我提示在你拿到牌子 你要經過一年的實習時 你每天做過這件事 昨天都會做 我擺你去跟著西醫看證明 一天就看幾萬日內的衣服 你都知道是這麼無 律師衣服都不一樣 他拿了一個質疑 他不會記得所有東西 必要時做一本天書 很多法律的通訊 租約等都要填病給 你會理會了什麼 會名律師每年要累積15分CPD 課程需要香港律師會認可 這個課程宣傳單章 說這個課程由13年到17年 都得到律師會CPD認可 記者發現 其實只有頭兩堂的中國民雙法 獲得認可 而並非整個課程都有專業認可 今年學生有40人 而課程有一部份會在香港上課 根據教育條例 舉辦機構需要向教育局註冊 記者星期一向無家鑽查問有關課程的問題 他顯得緊張手震 亦都要求記者不可將訪問片段放上網 他反駁說 50元人仔的培訓班是分享證書班 好像工聯會的氣功班般 不是學歷學術教育 不需要申請相關牌照 而6至8成的合格率 只是引用政法大學司法學院的提供數字 他拒絕回應課程實際合格的人數 毛家鑽聲稱就讀政法大學博士學位 但沒有執業 他拒絕回應和個人背景相關的問題 而記者亦都發現 今年3月他被頒布破產令 有參與課程的翁正晶 表明今年不會去考試 認為3個月的時間 未足夠令他完全理解了內地法律 有還有一種 原來的確確定 希望將難充議 成功的最大 當時的動畫 而這裏 有該課程的 這次就訪問